那個媽媽要生小孩的之後 我先進肚子裡會的兒子吧 大家好我是老爸 今天要來分享一件非常 讓我很驚訝的事情 就是 我今天在幫我兒子還有女兒 準備晚餐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我兒子在我後面講了 什麼一個卵子啊 什麼很多蝌蚪 我兒子今年才小五 等一下我就水滾了 因為他滾還有一些煙 就是 好像有點吵 我兒子不是小五 我兒子才五歲 剛才講錯 我兒子 我兒子今年大半 明年要生小一 然後他跟我講了卵子跟金子的故事 後來我覺得他再重複講一次 原來現在在幼稚園 就有健康教育了 以前不是在我們這個年紀 都應該是在 國中啊 什麼十三十十張啊 什麼有什麼健康教育 可是現在國小 就有 不是國小 現在幼稚園就有健康教育 好 接下來看這段影片 媽媽要生小孩的時候 你媽媽肚子 要有個卵 卵卵卵卵 卵卵卵卵卵 卵卵卵卵 然後呢 然後慢慢的 很像一個褲獨 像一個褲獨 像一個褲獨 會去 變暴力的 最 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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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找那個人 然後他們 解體 就變了一個手 講出來的手 然後講 只有一個褲獨 沒有 很多很多 可是那個 那個褲獨 最暴力 然後 他最成功 他就要成功 去講 那些 那個 那個 軟 然後啊 那些小褲獨 就消失了 真的喔 那 那 是誰教你的 辣 是 是 是 那 你從哪裡 得到 這個姿勢 老師教你的喔 對 會講的嗎 不用再講 講一下就可以 那 那你知道褲獨從哪裡出來的 老師 老師也不知道 老師也不知道 老師也不知道蝌蚪從哪裡出來 嗯 蝌蚪本來就在生長在這個環境 是從他的 是從他的 青蛙是從 一個 不知道 不是啊 老師不是說是男生 有像蝌蚪 對啊 那你知道蝌蚪從哪裡出來的 蝌蚪從他媽媽的 青蛙 老師還沒教 好吧 老師可能大一點點就會教 教你了 大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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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拜拜 如果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你要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訂閱 訂閱 按照你的那個按鈕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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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